曼金糕,阿班巴里,是一道盛行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的街边小吃 其馅料多于炒香的花生碎,蔗糖,牛油等为主 早期研制于福建咸州一带流传开来 随着民集移民的不利带来到东南亚一带 第一家在古静宋路一带的桃园茶室 有些熟客为避免排队而事先自电订购 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在马来西亚,大致分为厚与饱两种 厚的能够吃到其绵密感,薄片则酥脆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售卖慢高的糖瓣为了结合物客的反馈 口味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改良 口味可为五花八门,可以添加的馅料与多种性质 水果浆,芝士,巧克力罐装,玉米等 是个家义富小的传统小吃 无论在大马哪一区都会看见的中银 第二家带您来到座罗在RH Plaza老行家美食格 经历了十多年的老招牌,慢剪高 这部Apambole是2005年的5年开始的 Apambole那时候是有一个跟我做很久的工程,part time的 我做点东西给它去做 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搞起来了 这样子,我慢慢研究研究这样子,测试测试这样子 刚开始我开2005年开的时候啊 因为我是一边卖Apambole那边卖Gaia bol 然后我只准备2个还是3个,她是爐罢罢了 反而人家会比较喜欢吃Apambole那时候我就紧张了 快快要把这个干压包来收掉 直接放整排过 Ambalette 一次过这样子 那个挑战就是说 驾车75找那个炉了 因为那时候 附近没有那个炉 它炉会比较贵一点 那时候 Ambalette步骤啊 就是 放面粉啊 然后就是 它还没有干之前啊 你要手脚要快直接放花生了 花生才会黏住它的饼那边 你手脚慢一点啊 它干了 因为它热嘛 干的时候啊 你才来放花生啊 它就会黏 然后顾客吃的时候 就一直掉下来了 就是要黏在那边 第三家是坐落在 三里老巴桑 两排老店前 白色檀位 老板人人亲和 来回过的 都是附近的一些老顾客 当然有些鸡鸣一闻 其牛油香喷喷的 金糕味道 也禁不住的买鞋 以家人共享 在这里大概有 包括今年里面有四年了 之前是在青草路 青草路已经坐了大概最久是青草路 坐了38年了 因为这是以前是父亲的生命 哇 整个 没人要借了 我们帮他借下来 算是我公公了啦 我公公传了 我父亲 父亲传给我 算是第三代了 没人家在借手啦 我再不坐下去就失传了 因为父亲坐了30多年 我们就接下去 我觉得太可惜 因为我们一家人是靠这个 养大啦 假如说是早上的话 早上是6点半坐到10点 然后回家休息 下午2点半来坐到6点半 只是星期一没有坐了 最大的挑战啦 就像现在了 现在的行情 每一样产生意都影响到啦 也不是说影响了很大啦 最主要是说 我卖有的住哦 够吃够用的好 够远哦 什么种族都有 因为这里的顾客 他们不要说 不要活动 不会说 固定那个顾客 很多是说 像我们讲是过路客 不要多